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给荷花上色 这张图就是我已经给荷花上好的颜色 那我们比较一下上荷花颜色之前和之后的效果 之前是这样子的 上完色之后是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我现在带大家从头操作一遍 首先我先把这个图层1给删除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工具栏中找到快速全取工具 给它点选上,然后点添加按钮 比刷大小选择50 这当然是根据自己照片的情况 自己适当的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选取的动作 好,我们选取完之后 有些部分是多余的也选进来了 这时候我们用从选区中减去这个按钮 把多余的部分给剪掉 好,现在这个荷花基本上就是选取完成了 然后我们选择前景色 前景色里的颜色很多 我们最好用吸管工具 在这个荷花上 这个荷花颜色最鲜艳的地方 我们点选一下去拾取它的颜色 可能颜色有点浅 但是我们也可以自己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深浅程度 然后我们按确定 这时候呢,我们在 右侧增加一个涂层 增加一个透明涂层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画笔工具 对荷花进行涂抹 涂抹完成之后 我们在图层一把正常模式改为颜色加深 这时候呢,颜色就附上去了 附上去,但是比较深 颜色比较深 我们呢,调节一下不透明度 把不透明度调整到50 现在呢 我们到选择菜单里 把这个选项给取消 这样呢,这幅图基本上就完成了 这是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 感谢收看,下次见 好,谢谢